司徒好 是我们网红界的一匹黑马 肯定能添砖加了 对不对 行了行了行了 都笑什么笑 这一帮没学位没品位的 你没听说过网红毁三观吗 都忙自己的事去吧 司徒好 司徒好你给我站着 司徒好跟你说了多少次 你别玩那姐的滑卖车 司徒好 司徒好 车 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我给那姐送咖啡去了 现在各大网站都在疯传这段视频 而且卖喉广告公司和所有的微博公众号 都在置顶转发 点击率都达到八十几万了呢 小狼狗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创意核心 这个视频泄露出去了 对节目的影响有多大 你们应该知道吧 司徒好 你说 是不是你故意为了炒作自己 所以把这个视频泄露出去的呀 娜姐 我知道 现在最得利益的那个人是我 可是 谁怀疑我都无所谓 娜姐 我只想告诉你 从开始到现在 从现在到以后 我是绝对不会背叛你 也不会欺瞒你的 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天心啊 你不会是为了这事心里不痛快吧 其实呀 根本不用担心 你想一想 司徒好那种插科打魂的表演 现在是受欢迎 但他致命的热点是什么 是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啊 那当然了 这个节目的档次得靠谁来提升 这个节目的档次得靠谁来提升 大家不都很清楚吗 对吗 所以 他小狼狗再铺腾 还不得被你这个轴轮转在手里啊 所以啊 一定要跟那些不如流的 做出区分来 好 今天的试播 好 就让他一个人比划这玩儿去 对 吕小伟 我不管你有什么方式 我不管你吃没吃饭 立刻马上帮我搞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帮我查清楚好吗 好 拜拜 我去找老徐 我帮你拿 吃饭 我给他咖啡 诗图号 你等等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火了 你还会不会对那姐重心不二呀 冯林丽 问你 这是什么 咖啡呀 什么牌子的 我怎么知道不就是杯黑咖啡吗 好喝吗 好喝呀 所以不在乎它的外表 也不在乎它是什么牌子 最重要的是里面的内容 我就是这咖啡 心好就行了 娜姐 你就喝一口 我说你就放在办公桌上 我肯定喝啊 可是这是心冰乐 一会儿冰化了就不好喝了 我怎么喝呀我这个 这是吸管 我喂你 再喝一口 再喝一口 信心满满满 我真的 再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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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聊点正事吗 你这回事 太强大了吗 你能疼我了 好 你是因为心理强大 还是找到了应对的策略 都没有 所以你还是心理强大 这个时候你还打情骂枪 你可真是两武器 你想跟我说什么 我想说你当心小狼狗 骗光你的钱 这样你的人生就会更悲剧 长青 你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我应该说这样的话 我难以尊重你 人家叫司徒昊 不叫小狼狗 可以 反了你 走反了